这是每个男人都要看的美剧 弱肉强食的监狱中 男主一步一步变强 孤身一人 挑落狱中大佬白话男 更厉害的是 所有漂亮的女人 都会心甘情愿地与男主探讨人生真谛 男主入狱第一天 狱中大佬就要给他上课 好汉不吃眼前亏 男主只得跪下来 没想到 大佬想当众和男主深度交流 他显然不想和白话男探讨人生 无奈对方人多势众 他趁白话男不注意 一刀断了白话男的念想 白话男立刻暴怒 两人扭打在一起 互相上下 好在白话男失去了男人的发动机 最后被男主锁后 窒息晕倒 男主深知监狱生存之道 斩草要出根 搬起500斤杠铃砸了下去 从此他在狱中说一不二 无人敢惹 15年后 男主出狱 第一件事 当然是感受一下人间温暖 看这小眼神 不出意外的话 马上就要出意外 果然 男主带着美女到杂物间 探讨了人生真谛 接着 路边随手搞了一台车 找了一家高档发廊 托尼老师表情有些僵硬 男主需要托尼查到女友地址 15年前 女友潜逃 而他郎当入狱 查地址自然难不倒托尼老师 他只是不想好友再次深陷泥潭 男主立刻前往女妖镇 刚一出门 就遇到了不速之客 西装男显然冲着男主而来 一番激情四射的飙车后 男主指的汽车而逃 惊险程度堪比速度激情四射 最后他抢了路边的一辆摩托车 扬长而去 一路向北 黄标到女妖镇 出来乍到 肯定要先找个酒吧 毕竟人生还是需要找个妹子探讨的 结果酒吧中没有妹子 倒是有个来女妖镇上任的警长 更扯的是 两个小流氓进来收保护费 酒吧里的三个狠人 根本没人理他们 小流氓觉得没面子 套枪威胁 男主上前调解 警长显然不想救死 一番乱战 两个小流氓当场毕命 而苦命的警长第一天到镇上 还没来得及上任就吃了盒饭 就是这个小插曲 彻底改变了男主的命运 一个蹲了15年监狱的大道 摇身衣变成了正义的警长 开启了女妖镇传奇的故事 男主找到女友 女友如今家庭幸福美满 她也不过多纠缠 只想拿回当年她应得的那份 原来15年前 两人偷了黑老大兔子先生的钻石 男主为了掩护女友 自己入狱15年 如今女友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却告诉她 后来钻石被人抢了 帅气海王瞬间成了大冤种 当天晚上 男主和黑大叔处理三具尸体 中途警长的电话响了 来电的是市长 听市长的语气 之前根本没见过这个倒霉的警长 男主顿时心生一计 第二天 他冒充警长阿泰 在餐厅见到了市长 市长没有任何疑心 他想让阿泰扳倒商人阿凯 阿凯表面经营一家屠宰厂 实际上无恶不作 是个彻头彻尾的西装暴徒 之前立任警长都被阿凯买通 这才从遥远的西部把阿凯调过来 希望借助他来打掉阿凯集团 接着阿泰就来到警局正式任职 当然这离不开托尼老师帮助 他把阿泰所有的资料都换成了男主 而且他还查到 阿泰没有什么亲缘 妻子和他分居多年 儿子也早就离家出走 上任第一天 阿泰就独自解决了一起斗殴事件 方氏当然是擅长的以暴之暴 他们根本不是阿泰的对手 抄起木棍想要偷袭 关键时刻被人制止 西装男正是阿凯 这些人都是屠宰厂的员工 听说阿泰是新任警长 阿凯立刻表现结交之意 阿泰走后 阿凯转身向刚刚被欺负的老头问好 这个老头竟然是阿凯的父亲 老头一辈子奉公守法 儿子却无恶不作 早就被老头逐出家门 可父亲被欺负 阿凯怎么可能坐视不理 当事者被叫到屠宰厂打了个半死 碎掉的门牙也只得吞到肚子里 晚上 阿凯为新上任的警长举办了盛大的party 市里有头有脸的人物都来了 可聚会并不顺利 男人随后就持枪闯入了会场 他要杀了阿凯还没开枪 就被后面的阿凯一枪爆了头 这天一个女孩浑身是伤来到警局 女孩鼻心严肿 浑身多出骨折 凶手是美丽国心境拳王 两人本想探讨下人生真谛 结果拳王手劲有点大 没控制好力道 阿凯看着重伤的女孩 露气直瞬间拉满 带着下属玛丽直闯会场 阿凯连忙阻止 为了今晚的表演赛 他花了不少钱 他希望阿凯能过了今晚再逮捕拳王 玛丽很无语 他觉得这个新上司 同样忌惮阿凯 阿凯二话没说 直接冲上台 谁想阻止他 都会吃上他两个拳头 阿凯两拳呼在拳王脸上 拳王被打后显得很兴奋 摘下大金表 脱掉小外套 阿凯又是两拳 拳王轻松躲过 一把抓住他的脖子 接着战局一边倒 拳王毕竟是拳王 有种把阿凯按在地上摩擦的趋势 两人从台上打到了台下 阿凯一久瓶子甩在拳王头上 飞冲过去 却被拳王再次占的先机 这时阿凯脑中闪过了 狱中对战白化男的场景 一口咬掉了拳王的耳朵 阿凯开始疯狂挑衅 此时的拳王似乎乱了阵脚 阿凯开始占据主动 而多年的监狱生活 让他懂得生存之道 首先必须比对手狠 其次斩草除根 不得给对方报仇的机会 就这样年轻的拳王 在女妖镇断送了自己的职业生涯 小镇上的人重新认识了这个新任警长 阿凯走到玛丽身旁问他 新上司还行吧 阿凯看着空荡荡的拳台 空的就像他此刻掏光钞票的口袋 他扭头离开 是敌是友 是该说清楚了 这晚阿凯找到阿凯 说阿凯打废拳王 害他赔了很多钱 阿凯说罪魁祸首是拳王 阿凯威胁道 他的家族在这生活了160年 他就是这个小镇的王 两人的梁子就此结下 第二天一早 一个女人找上阿凯 她是聚会上被击毙男人的妻子 他告诉阿凯小心点 男人的兄弟正打算找他麻烦 阿凯可没兴趣和寡妇探讨人生真谛 办公室 议员在等他 原来 儿子前几天参加聚会意外身亡 死因是嗨死了 可儿子一向品学兼优 他想不通儿子怎么会沾染毒品 他希望阿凯能抓到聚会组织者汉森 可出事后 汉森就失踪了 阿泰找来莉莉 他是一员儿子的朋友 那晚他也在 莉莉认出了汉森的小弟阿诺 这时安娜冲了进来 原来莉莉是他的女儿 他对阿泰私自带走女儿非常不满 阿泰和大黑来到阿诺住处 这里黑道视力错综复杂 是法律无法覆盖的灰色地带 在这办事 全凭谁的拳头印 阿诺看到身穿警服的男主 立刻开溜 最后被大黑一拳撂倒 阿诺倒是实在 说汉森就在他家 说着从冰箱拿出一个断手 阿泰问他哪来的 他说上个星期在屠宰场睡着了 但夜醒来 发现阿凯和手下 把一个麻袋丢进绞肉机 他们走后 阿诺在碎肉中发现了断手 而手上的纹身他刃的 正是汉森的手臂 阿泰根本不相信 让大黑逮捕阿诺 阿诺急忙掏出手机 说当时拍下了视频 阿泰立刻找来检察官 这下他们可以彻底扳倒阿凯 罪名还是谋杀罪 阿泰来到阿凯的豪宅 说明来意后 阿凯表情非常平淡 穿上衣服就和阿泰走了 警车上 两人嘴上谁也不肯让 结果路上忽然撑出一辆大卡车 阿泰醒来发现 撞他们的正式party上 被他击毙男人的兄弟 兄弟们本来只想找阿泰的麻烦 没想到撞一送一 警车上还有个阿凯 阿凯曾打碎了男人满嘴的大白牙 所以长毛兄弟打算顺便杀了阿凯 可这几个兄弟太蠢了 阿泰趁其不备 三两下就解决了他们 最后大黑赶来 结束了这场滑稽的绑架 阿泰并没有逮捕三人 而是放走了他们 晚上 老拳王和阿泰说 想要入伙 原来阿泰平时没闲着 经常出入各大博物馆 毕竟这是他的老本行 可阿泰觉得老拳王人很好 安详晚年 不想拉他下水 但老拳王执意要入伙 阿泰拗不过 只得答应 回到家 寡妇又来找他 阿泰明知顾问 问寡妇干嘛来了 寡妇立刻立了个癥结牌坊 既然大家都没事 那就只好探讨人生了 我自己先看违镜 很快阿凯谋杀的指控就开庭了 被告申请组建陪审团 医生很快就结束了 鉴于阿凯没有任何前科 缴满保湿金就可以暂时出狱了 为了保护唯一的目击证人 警方把阿诺安排在了汽车旅馆 由副警长老拖看守 这把手着实有点儿戏 果不其然 阿诺被人成功劫走 估计凶多吉少了 第二天 安奈被几个飞车党截住 对方显然想和他探讨人生 奈何双拳难敌四身 安奈被飞车党落进了小胡同 这一幕恰好被老拳王看到 老拳王立刻表示希望加入会议 兔子让他赶紧滚蛋 让他没想到的是 老拳王人生没搞明白 拳击打得不错 小伙不服气 一顿比比花花 老拳王想继续说这 结果被闷了冷棍 飞车党中人把安娜留给了长毛 他们离开时 恰好被巡逻的玛丽看到 玛丽觉得不对劲 恰好看到长毛压着安娜 仓皇对峙下 玛丽开枪击毙了长毛 老拳王头部受创需要住院 安娜只受了轻伤 反倒是玛丽 这是她第一次开枪杀人 心里可能有些难过 长毛死了 飞车党不会咽下这口气 第二天 镇上的狂欢节 众人在歌在舞 庆祝节日 突然 一辆摩托冲进人群 抓着一个女人的头发拖起 慢慢的 越来越多的摩托闯入人群 场面逐渐失控 镇上可怜的警力 根本无法应对突发情况 最后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飞车党嚣离去 镇上的居民立刻抗议 认为市长和他的警署 无法保护镇上的安全 这时 阿凯走了进来 他向大家承诺 明天会派公司的保安 维护节日的安全 并且会拨款 补偿今天所有人的损失 阿凯的这一举动 无疑赚取了民众的支持 让市长和阿泰十分难堪 阿泰自然不会让他如意 众人散去时 两个德国人带着女儿来到阿泰面前 阿泰有些不知所措 因为这个女孩已经和他在深夜 有过两次深度交流了 不过今天德国人并不是来找麻烦的 他们要把女孩送进监狱 因为今天他用刀子划伤了一名飞车党 这在族人看来是十恶不赦的 阿泰长出一口气 告诉他们正当防卫 不需要负法律责任 傍晚 阿泰找到玛丽 他担心飞车党报复玛丽 所以想要带走她 两人此刻对话略显甘大和暧昧 不过此刻并没有发生影响的那种事情 可玛丽接下来告诉阿泰 今晚阿泰交班后可以打给她 那时候她应该还没睡 注意这里是个伏笔 一转眼阿泰下班回到家 身后窗户人影闪动 原来是白天的德国女孩 女孩是来要回匕首的 可不知为啥上来就说很热 另一边女下属玛丽梳洗干净 没等到阿泰 却等来了飞车党的子弹 玛丽掏枪愤怒地追了出去 却中了对方的吊虎离山之计 房子被飞车党点燃 复制一具 而此时 阿泰刚刚和德国女孩弄懂 什么是人生真谛 来到现场 这才知道 今天是玛丽的生日 原来那句 交班后打给我 我可能还没睡 其实是一种美妙的暗示 阿泰非常愤怒 半路遇到了阿凯 阿凯送给了她一个礼物 后备箱里装着一名飞车党 阿凯提醒她 如果逮捕他们 他们也会立刻被保释 愤怒的阿泰 独自一人 单挑了整个飞车党 飞车党成员看似五大三粗 在阿泰面前完全没有抵抗能力 第二天 他就把一车尸体交给了托尼老师 托尼老师临走前 给了阿凯一张证物式的门禁卡 很快 前来调查阿凯的联邦调查员就发现 阿凯谋杀的重要证据 断手和手机失踪了 记录显示 上午一个名叫迈克的警官临走了证物 可警局根本没这个人 其实证物就是阿泰拿走的 他用这个与阿凯交换了飞车党信息 这天小镇来了一名流浪汉 他偶然间发现了阿泰 身穿警服的阿泰让他大吃一惊 很快流浪汉就犯了事 他指定要见阿泰 阿泰见到流浪汉 瞬间傻了眼 这个人是他在狱中的狱友大本 当时自己被白话难打的动弹不得 正是大本一直帮助自己 大本很好奇 阿泰现在怎么混得这么好 一个蹲了15年大牢的重犯 怎么可能成为警长 而自己如今却只能天天睡天桥 这个突然冒出来的狱友让阿泰很头疼 他知道自己的一切底细 阿泰必须想办法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 第二天阿泰还是无法忘记救起 他给了大本一些钱 让他离开了这里 再三叮嘱他永远不要回来 阿泰本以为就此安全 可事实证明他太天真了 大本根本没走 没过多久就出事了 阿泰亲自出面 接走了大本 他质问大本 明明答应离开这里 为什么又回来了 原来大本已知道阿泰底细为由 开始勒索阿泰 他说只要阿泰帮他一次 他就会永远忘记阿泰 阿泰对此犹豫不决 老拳王劝他 尽快与大本划清界限 这种人永远不知足 他们只会吸血 从不回报 阿泰终于被说服 就这样 阿泰的秘密和大本 永远沉在了湖底 这天阿泰接到安娜的电话 安娜说之前骗了他 钻石一直在自己手上 阿泰刚见到钻石 就被安娜一针撂倒 等他再次醒来 发现已经被安娜绑在了床上 原来安娜为了能过上安稳的生活 要把阿泰交给兔子先生 他已经和兔子先生约定好 将阿泰带到这个汽车旅馆 此刻兔子先生带着手下 已经在来的路上 阿泰必须想办法逃走 如果落到兔子先生手上 他就死定了 他用脚构到了抽屉里面的圆珠 可稍不留神 笔心就弹了出去 正在这时 他看到电视新闻在报道 女妖高中人质劫持事件 从新闻画面可以看到 莉莉也是绑匪的人质 阿泰更加激动 因为他一直觉得莉莉是自己的女儿 阿泰用尽全力 希望能用蛮力挣脱手铐 千钧一发之际 托尼老师冲了进来 紧接着 兔子一行人就走了上岸 西装男踹开门 却发现屋内空无一人 兔子先生暴跳如雷 这么多年 他一直计划如何做掉阿泰 可计划一次次落空 为了救莉莉 阿泰立刻赶回女妖学校 安娜看到阿泰在现场 直接惊呆 最后除了两名绑匪丧命外 其他人都平安无事 很快电视就报道了 英勇警长解救高中生的事件 而电视前站着的兔子先生 难以置信地瞪大了双眼 他没想到 阿泰现在洗白成了警长 他立刻抄起电话打给西装男 女人被迫躺进后备箱 男人刚想离开 怎知螳螂捕蝉 黄雀在后 西装男被阿泰和安娜绑了起来 原来 安娜是兔子先生的女儿 三人本是最好的朋友 可热恋的阿泰和安娜 让西装男心生妒忌 他向兔子先生告发了二人 从此双方成为死敌 事情还没解决 德国女孩小嫩来找阿泰 小嫩有个优点 就是随时随地 能和男主探讨人生 阿泰一看他这表情 这哪行啊 正牌女友还在上面呢 立刻带着小嫩离开了 阿泰走后 西装男趁机挣脱了捆绑 两人立刻开始了原始肉搏 说是肉搏 其实更像是西装男单方面打沙袋 西装男丝毫不念旧情 朝朝致命 最后一刀捅了安娜 另一边 阿泰当然是忙着和小嫩探讨人生 等他回到住宿时 安娜和西装男躺在血泊中 万幸安娜还有意识 戈登急匆匆冲进医院 回头看到阿泰 戈登心里戈登一下 妻子每次出事都与他有关 两人互相口吐芬芳 其实戈登隐隐有种感觉 最近头发好像有点变绿的趋势 这边兔子得知西装男已经命丧黄泉 于是立刻集结大部队 开赴女妖阵 安娜从昏迷中醒来 不顾戈登劝阻直接从床上坐起来 吵着要去学校接儿子 当他带着伤来到儿子教室时 儿子正在操场玩耍 这时兔子出现在他身边 等安娜冲到操场 儿子早已没了踪影 安娜到警局找到阿泰 说兔子带走了儿子 情绪很不稳定 这时戈登走了进来 安娜告诉他绑走儿子的是自己的父亲 戈登心里又戈登一下 阿泰深知兔子的强大 于是想寻求阿凯的协助 阿凯却率先发难 两人打到最后 都被泪趴下了 这才收手 开始聊正事 阿凯说帮他也行 但是以后不能再和小嫩探讨人生 交易就此达成 阿泰回到警局 兔子羞辱了阿泰一番 然后转身离开 接着空气出奇的安静 阿泰隐隐有些不安 男人躲在车后瑟瑟发抖 几个大汉端着M4 对着阿泰就是一个 枪声停止 阿泰得以喘息 一个黑鹰走到身前 阿泰抬起头 来人竟是阿凯 这对女妖镇的冤家 真是相爱相杀 第二天 一片狼藉的警局 让所有人大吃一惊 联邦特工立刻 罢免了阿泰的职务 阿泰把警徽交给了老扑 然后用西装男的手机 联系了兔子 他以自己为人质 交换回了安娜的儿子 戈登来到老拳王的酒吧 告诉安娜儿子回来了 是阿泰把他换回来的 霍尼立刻通过阿泰手机 追踪到了他现在的位置 三人立刻出发营救 戈登看到安娜积极的样子 心里立刻又戈登了一下 可还是没能阻止安娜 半路三人被老托拦住 一个浑身是伤的美女 一个奇装异服的花美男 还有一个年迈的老拳王 这组合不得不让人怀疑 安娜不得不说出实情 老托对我行我素的阿泰 印象本来就不好 他本想找个冠冕堂皇的理由 就此营救小队正式成立 安娜从背后包抄 其余五人正面吸引火力 老拳王进门就挨了一枪 对方地形和装备都占优 双方意识僵持不下 本想掩护的老秃身中竖枪 对方火力太猛 他们根本没办法露头 最后还是安娜侧面进入 收拾了残局 大门缓缓打开 对方竟然还有重型仪器 安娜终于找到阿泰 击战过后 兔子的尸体竟然消失了 安娜回到家 戈登再也不想戈登了 于是带着孩子离去 阿泰重伤昏迷 老秃坐上了轮椅 一切似乎平淡下来 可这天 警方接到报警 树林里发现了三具尸体 其中一具尸体手心有个奇怪的洞 没错 这具尸体正是那个倒霉的正牌警长 更多后续内容 订阅影迷新生 看遍精彩人生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